艺人周杰伦他最近六年靠着广告演唱会电影等等累积的收入推估呢 已经达到了22亿元了 不过呢他日前匿名画了一个名称在好友的网站里面留言 戏称自己是一棵植物就是有人眼中的摇钱树 他很哀怨的说要不是要养这么多人不然也不用这么辛苦了 贵为身价最高的台湾天王周杰伦之前受访也说过 他开店都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要帮朋友圆梦 还说要赚钱的话靠他自己一个人赚就够了 而周杰伦目前他在美国拍摄清风霞 预计12月底前杀青 他又得要忙着去跑四零的宣传 而近期呢还得要抽空在美国陆星专辑 证明了牛仔真的很忙呢